This must be 我也不敢說自己是做詞人 因為其實是在上一張專輯 原色就跟李宗生大哥有很深的淵源 大哥是在原色那張專輯 就是發現我 我其實私底下是喜歡寫字的 寫文字 然後因為都是我自己的感覺 自己的觀察 可能大哥他喜歡的東西就是 他覺得是第一個可能是比較 雖然稚嫩 但是他會覺得有個性的文字 所以他那時候算是有一點命令式的 希望我可以就是不要間斷這個文字的部分 所以他這次也很大膽的在第一波主打 其實都沒有 我們說就是用我的詞 對 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說我 使用那種特別蓋壓的喉嚨 唱著淡淡的哀愁 我在唱之前 我比較少練歌 我反而比較習慣去接受 我在舞台上是有一些瑕疵 是有一些很真實的 很原始的東西 所以 我不會去做太多的功課 所以我會有一個毛病 就是我上台會 超級緊張 因為就是 我除了把歌詞記錄之外 我其他的 沒有對這個歌有太多的情感 但是我很容易就 在當下就陷入到那個時空裡 我覺得我一路走來說還是比較 比較文藝性格的 我的個性 我的音樂 然後 但是我確實是一個比較 比較沒有在框架裡面的一個歌手 對 所以可能 你剛才提到我的身價的問題 其實對我來講 並沒有 並沒有太多的改變 確實是有沒有有變多 其實在身價方面 我其實沒有比較深的感觸 對我而言 對我而言 我比較沒有深的感觸 但 也許有一些小成長 也許活動的場次有變多 那 對我來講 其實 我不知道 我可能比較沒有很深刻的 很深刻的感覺 但是 我確實是覺得現在 反而比以前是可能忙碌比較多 對 我們能留下的其實都沒有 當然 活動要越多 收入 實質的收入當然就是會變多 對 沒有讓你面得就是更深 還說我要規劃我要買什麼東西 沒有耶 對 我覺得其實我現在反而 比方說 我接下來都在做我自己的新的音樂 然後 也都 很持續的 反正現在可能跟台灣觀光局所合作的一個活動 也是我自己寫詞的 我其實也沒有去觀察我 我到底多了幾個零這樣 這樣 對 這部分可能都交給 我的會計師 或者是 工作人員 對 他們可能比我更了解 即使我真的很懷疚 而且也很痛 即使我真的很懷疚